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原版有一條很奇怪的規定 就是颱風天的時候 不准我們員工打電話到總機 去詢問說我們是不是要上班 因為我在家裡等不到樓館的通知 我們又很怕會遲到 會被樓館開發單 所以那天就很幸運的 也叫到了計程車 我也很準時的到達了門口 可是卻傻眼了 整個門口會沒有人 然後在門口站了半小時 結果樓館才打電話給我說 我們今天要延後上班了 當時我就問樓館說 那我怎麼辦呢 樓館給我的回答是說 那請你現在附近的 先躲一下颱風 等到下午一點半呢 你再進去上班 然後這個事情之後呢 我才知道當天呢 這位樓館大人 他呢在8月8號那一天呢 他是不需要去上班的人 那我想請問一下你們原版 你們為什麼這沒有人性 那要這樣子的惡真我們貴賤呢 那台灣的百貨賣賞 你們這麼愛來賺颱風財 那我們這些人也是傻傻配合你們演出了好幾年了 但是現在實在不同了 其實你們這些業者 你們不要只顧你們自己在賺錢 那也替我們這些很可能的貴姐 然後其實你幫我們想想看 你要我們出來上班的時候 你們應該為我們做些什麼事情 百貨公司在颱風天的 就是貴姐貴哥上班 是否上班是具有實際上指揮調動的功能 這個是我絕對要出面說明 就是撕破他們的假面具 因為他們對外聲明說 百貨公司只是提供場地給廠商 這個是完全錯誤的訊息 這個一定要說明 因為指揮調動的權力完全在百貨公司 不是在品牌公司或者是雇主公司 就是說目前市面上的百貨職業公會 在事件發生之前之後 並沒有為百貨銷售人員發聲關心或做爭取 在事前或事後 所以他已經失去了一個 百貨銷售職業公會組織一個代表的功能性了 我們發現其實有高達88%的貴姐 他們其實在颱風天他們是沒有選擇 他們是必須要去上班的 勞動部在今年的7月的時候 昌宏颱風來襲的時候 在臉書上面發表了一個宣導的圖片 他寫說颱風天的時候雇主有四步 第一個步是不移扣薪 第二個是不算礦子遲到或是強迫要請假 再來是不得扣發全金獎金 最後一個是不能強迫補班 那這是勞動部提出來的四步 這是提醒雇主的部分 但是呢就我們的調查發現實際上 貴姐所面臨到的根本就是完全不一樣 大家都是政府的說法與無誤 這些百貨業者他們根本就不重視任何的法令 包括政府的宣導 例如說在這裡可以看到有46%的貴姐 是被百貨公司開成是遲到或是礦直的 那這個其實跟勞動部的說法 勞動部的宣導根本就是完全兩回事 那再來包括說有高達大概將近四成左右的人 他們被迫要以試駕或者是特休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來請假來去解決他們 他們颱風天沒有出勤的問題 那這個其實在對照回去剛剛上面這個部分 這個勞動部講的颱風天四步 我們就覺得這根本就是騙人的 就是勞動部說什麼要保護勞工 可是這些宣導對雇主來說根本不痛不癢 他就只是嘴巴上講一講 但是實際上第一線必須要出勤的還是這些百貨人員 他們必須面對外面的強風暴雨 百貨殺人 財團殺人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在上上週蘇迪勒颱風的襲擊期間 就有非常非常多的貴姐跟我們反映說 他們在那天被逼得要去上班 所以我們在8月8號當天 就做了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問卷 我這邊做個簡單的背景介紹 不到一天的時間就超過1300份的問卷調查 顯示說這些貴哥貴姐們被強迫上班 而這一次的颱風天造成了非常重大的災情 颱風在11點才出境 上午的11點才離開台灣 但沒有想到台灣幾乎所有的百貨業 幾乎所有的百貨業 都在8月8號當天的下午2點左右開始開門 要求這些貴哥貴姐這些從業人員在1點半 就要準備出勤上班 除了少數的地區 譬如說高雄市是全部的百貨業界沒有上班 除了一大世界以外 換句話說高雄只有一大世界要求這些貴哥貴姐要出勤上班 還有霸業高島屋的集團 我們在這邊也要特別強調 他在8月8號蘇敵樂那天 是要求所有貴位的貴哥貴姐是不用上班的 賣場開店一夜吃時間起 專櫃同仁如果未到金茶屬食者 立刻罰款1500塊 而且他可以連連連續罰 營業起始點開始計算每隔30分鐘再罰500塊 所以如果你11點開始百貨公司開始營業 然後你一個小時之內沒有人到 先罰1500 接下來每半個小時一直就是500塊繼續往上算 你可能一天就被罰到3000、5000都有可能 那在這邊跟各位講 在業界就是他們的常態是 只要被開罰單 雖然理論上罰的是貴位公司 但是實際上幾乎所有的貴位公司都會直接去扣貴姐的薪水 當然這部分是違法的 但是在目前的狀況之下幾乎無法可管 就是如果說百貨業者要求貴姐在颱風天出勤的話 他們其實有一些是會給津貼的 例如說交通津貼 或者是說時薪會提高 或者是說用加班費來算 那所以我們用統計出來會發現說 但是其實真的有發放到 例如說兩倍薪資 或者是說以加班費計算薪資 這些的狀況其實非常非常的少 大家看到這個橘色的部分 這個其實是否耶 就是你百分之 你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七十幾 百分之八十左右的貴姐 他們其實 颱風天出勤也都沒有拿到任何的津貼 或者是任何的加倍薪資 大家請注意這個薪資平均的部分 是剛剛前面那個講說 只有大概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人 拿到的薪資去平運下來的 他們拿到的今天是多少錢呢 一天最高的是薪汪一千兩百塊 就是在在網上加的 或者是說 呃原百的部分是 只有百貨業裡面最低的 大概七百八十塊左右 所以說你颱風天你冒著風雨出勤 然後整天濕拉拉 然後吹著吹著黃風暴雨 到了百貨公司去上班之後 你一天得到的額外的薪資 只有大概八百塊錢 所謂百貨公司以罰單 或者是其他的名目 要求說貴姐一定要出勤這件事情 其實呃某種程度上 會跟刑法第304條有關 這是強制罪就是以強暴脅迫行 使人行無義務之事 或者是妨害人行使權利者 是有是要處有期徒刑的 那包括說其實勞起法裡面本來就已經規定 不能有強迫勞動的行為 那包括說裡面提到 雇主不能用強暴脅迫 有拘禁或者是其他非法的方法 逼迫勞工去工作 我們認為勞動部應該要立刻 開始去做勞動檢查 任何違法事實就應該要立刻開罰 那再來就是我們認為 勞動部應該要從善如流 就是指定台方天 是指定的法定休假日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如果 勞動部沒有站出來說 這個是法定休假日的話 老貨公司 貴貴公司他們就可以繼續說 沒有那個只是說可以休假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要求你出勤 那如果說 勞動部跟百貨公司都聽不到我們的訴求的話 我們接下來不排除 就是我們會號召一些人一起到百貨公司去 讓消費者讓百貨公司聽聽貴貼的心聲 以上